5月10号 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长征7号摇期运载火箭的托举下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为中国空间站送去2023年首份太空包裹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月天舟6号货运飞船副总指挥李志辉表示 本次发射任务是改进行货运飞船的首次发射 第一个是我们认为因为中国空间站应用于发展工程 今年是远点 就是今年是第一年 第一年 那么我们天舟6号货运飞船是原年的第一个飞行器 第二个我们认为天舟6号是我们改进行货运飞船 就是我们从天舟6号以后的货运飞船都是属于改进行货运 什么叫改进行 就是刚才这个货物舱能力提升的状态 叫改进行的 它是改进行的第一次发射 天舟6号的再货能力是如何提升的 李志辉介绍 天舟6号将原先的飞蜜蜂的后背段更改为蜜蜂舱 内部增加了货格束缚装置等 如同给机动车增加了一排座位提高装载空间 我们这个货运飞船就类似地面的一个卡车 我们这次运货的一个卡车 它为什么运货量大了 就是我们相当于把这个卡车装货的部分扩大了 把4.4立方米的非密封的舱段改成了密封的货物舱 我们就是进行了这个里面的改造之后 增加了这个货格 然后增加了束缚装置 然后可以装这个货帮等等 这样提高了这个整个的装载 主要是提高装载空间 就像这个地面那个车一样 我把这个就相当于加了一排座 5月5号 天州5号货运飞船 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后续天州5号货运飞船 将在神州15号载人飞船 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 绕飞并对接于空间站节点舱前向端口 天州5号为何要进行半飞 李志辉介绍 天州系列货运飞船 除了为空间站运输物资补给燃料外 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是下行废弃物 因为空间站是一个空间航天员 这个三面航天员在太空中 会产生很多废弃物 包括我们货物的货包等等 这些不用的这些废弃物 那么这个废弃物 你不能说就像地面一样 用的货物摆在一块 这个心理上也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基本上的园子 就是两艘货运飞船在上面 一艘货运船装的是有用的货物 另一艘货运船做了一个废弃物的储存间 所以为什么天正五号 完成之后又得跟它对上去 就是做一个废弃物的储存间 然后到了一定时间就向前销毁 做一个废弃物的储存 做一个废弃物的储存 做一个废弃物的储存